其实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来看到一般人买房子 可能连投期款都要存上个十年 投资客呢却是转手之间 就净赚个上百万元 但其实呢要当个大户 是有一定的运作规模 必须要条件呢就是要有人头户 而且你还要有合作的银行 政府呢要推奢止税 投资客呢也有巧门可钻 像说规定出售两年之内 非自用住宅要磕税 那就是搞延迟过户 或者呢看准的政府放过民众换屋 那就找人头来当代表 买卖是人头 但是赚钱的还是投资客 想要当一个专业的炒房投机客 你必须要有很多人头户 我们现在没有房子 我就适合当人头户 我稳定销鲁 找我就对了 我信用良好找我就对了 有规模的炒房集团大户 旗下有专业投资客 操作出面买房的源头户 还有合作银行呢 举例来说一间要价千万的房子 投机客只付百万元投机款 其他全向银行深贷 等待脱手 有的时候会抄贷 变成是说我买房子 我除了不用花钱之外 我竟然银行还多给我另外一笔装潢费 投资客是奢侈税打击目标 7月1号上路之后 两年内出售非自用住宅要磕税 但道高一尺摸高一丈 连续出版两本踢爆房市黑幕 畅销书的部落客 SWay 马上听闻投资客 有巧门 延迟过户的一个办法 也就是说 因为资格券它打的是一年跟两年的交易 所以它可以先交易 但是两年后再办过户 延迟过户就是签两份契约 私下买卖完整 但台面上两年后过户 规避奢侈税 另外政府规划 一般民众想换屋 先买后卖 不算奢侈税范围 投资客也就此设计 人头换屋 买卖代表都是人头 但出钱赚钱还是投资客 奢侈税还没上入 投机手法已经出炉 政府如何防堵 和投资客过招 双方斗志戏码 才要登场 追踪黄明镜教育台北 采访报道